AG在赢KSG喜欢砸桌子的则真打成了短板 KSG连坡打野被喷上热搜 梦内林甲南破防嘲讽评论席 到底是什么能让梦老师都绷不住嘲讽官方呢 昨天A组成都AG在于苏州KSG战队 如今已经四连胜的AG赛前已经吃了涛博一大分 自从小春被魏央换掉后 AG的整体实力瞬间突破 边路易安在队伍赢下的三局比赛中 竟然拿到了两局MVP 除了第一局的蒙田 第三局曾被吐槽2.2的易安老夫子 让众人看到他是有自己想法的 而这一战后 易安的贬义词外号安天地 彻底被其打成了包一词 这在KPL绝非常见 并且被大家调侃到 易安的说明书是被魏央找到的 而反观KSG这场比赛 被AG打到BP变形 居然选连坡打野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上一次连坡在KPL打野还是20年5月份 结果输了比赛后 KSG连坡打野直接被喷上热搜 而反观KSG不仅带着685W的替补金鱼 还将路西法再次带到评论席 本想着能为自家战队 助威赢了能大掌士气吹捧一番 却没成想被气出了表情包 并且赢了比赛评论席 一致吹嘘选手打得好 反之专为自家战队找输比赛的理由 除了不夸AG不开自家选手外 他就没把自家教练放在眼里 直指教练BP不行 让观众认为他是不是与自家教练有仇 而就是因为评论席TSG赢了无脑吹 输了一片哀的画面 让AG粉彻底听醒了 直接到梦类直播间刷屏 这小子有问题不中立 吃相难看 使其二人也开始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 瞬间破防开始嘲讽评论席 你们说解说说了啥呀 评论席我听一下 在我这里就是一个前排有点少 两个前排刚刚好 三个前排谁带线 他们基本主要就在 我团是听明白了 他们评论席是什么回事 AG赢了 他就说这个TSGBP不行 那么究竟的问题就来 AG输了 他就夸KSG打得好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这两个全是TSG的那个吗 没有 小新不是 怎么不是是W的吗 对呀 小新是W的 没有他们评论席是这样的 就找个话题聊嘛 说白了就是 他们其实也没啥我觉得 他们按说说呗 评论席说白了就是找个话题聊人家 对不然 不然你诈聊 你不知道聊啥 你总要PO出一个点 然后可能路西法抛出了这个点 所以小新顺着他的点一直零啊 大概这么回事 反正刚刚就是这么回事 我刚刚因为我一直戴耳机在听 也没有一直在听啊 听了一点 大概这么个意思 反正就是 因为第一把输了的时候 KSG他说BP不行 后面第二把我们赢了的时候 我们输了的时候 他说KSG打得好 有点抽象了你 这把好像又说BP不行了 他应该是战 他战KSG的人 他是KSG的人吧 对啊 他也有点战队倾向的正常 你要是让我去我也这么说呀 你要是让我去 我就说他要 那我也不会说BP不好 BP不好我也不会说 我会让他更加委婉一点 路西就BP不好 赢了就是他 有点逆听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不重要 那是他支持KSG的 对吧 每个人支持都不一样 我要是去评论行 我怎么说呢 赢了A级打得好 加连BP做得好 A级要是输了就运气不好 我直接运气不好 运气不好的开心 我直接运气不好 状态不佳 或者就跨对面打得好 没错 其实这样是挺好的 这样不会到仇恨 你知道吗 没错 其实不管你是支持哪一队的 对吧 就是比如说啊 今天已经输了 对吧 我是对面 你抬高自己可以 不要点低别人 没有必要 那么对此 小伙伴们认为路西法 是不是真的过了 你们喜欢看这样的评论员吗